大家好 我是老夫 欢迎来到我的作修事件 这个话题一直想聊一聊 为什么众多足坛民宿会觉得梅西更强呢 其实要让同行业的人在私下承认你很强 这很难 要让同行业的人在公开场合承认你很强 这更难 要让曾经某个牛叉过的同行业前辈 在公开场合承认你很强 这是难上加难 那要让一群曾经牛叉过的同行前辈们 在公开场合承认你很强 我觉得这比登天还难 是不是这个理 大家都有自己所在的行业 不需要我这些排比据多强调 各位心里也都清楚得很 可以说但凡在各个行业有点小成绩的人 看到同行时 先不说技能比拼的结果 就心里那点小骄傲 都能从你上扬的嘴角里看出一二 说实话 谁的心里也都有过一个无法跨越的大神存在 他们站在某个领域的金字塔肩上 供世人膜拜 体育行业如此 除是IT 政要 商业 文化 教育等等 谁都难出圈 除非你玩的比较low 硬要跟蔡兰比球技 跟郭德纲比血代码 那我没话说 说到底 能让那些民宿承认梅西更强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他们怎么努力都做不到 或者说是无法持续的做到 才会打心里彻底的佩服 以及不吝啬的赞美 看过很多球迷在夸赞梅西时 都会刻意说自己不是没吹 其实我觉得这种强调有点化蛇天足 因为梅西的足坛历史地位 不会因为我们某个球迷的吹嘘而变得更高 再来了 我们就算把梅西吹上天用了怎样 有那个能力造成捧杀吗 顶多跟着民宿的看法离职而已 至少民宿们觉得代表着这个领域的专业度 也干不出那种无脑棚臭脚的那种事 只要说民宿们觉得梅西强在哪里 我觉得还是在于梅西的天赋 就记得范巴斯腾曾经说过 梅西是五十年一遇的球员 就像一个孩子掉进装满足球天赋的罐子里 而且是不可被复制和替代的 范巴斯腾的足坛历史地位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而他对梅西最大的认可就在于天赋 对就是天赋 那天赋这玩意儿怎么说才好 说的虚一点是老天特意为你定制的能力 是属于那种量身定做的才华 说的接地气一点 这人天生就是干这行 最重要的是很多球员都有足球天赋 看看每年的金铜奖就知道 但梅西的足球天赋是属于加满的那种 源源不断的来 随着大赛的经验的叠加 以及生理上的成长 正天赋始终看不到天花板 类似武侠小说里那种不出世的少年 甭管江湖有多么的血雨腥风 可只要他一出场就扔往炸 然后持续的扔往炸 炸到所有人惊掉下巴那种 都不能说是刮目相看了 而是一种经验 以及这种持续的这种经验 我们就拿比赛中的过人来说 这是足球场上最常见的一种 个人综合技术的体现 几乎五大联赛里 每场比赛都会有很常见 可为什么要单独拿出来说呢 因为梅西的过人跟别的球员不同 不同在哪里啊 更简单了 突破的技术无非就是两种 变相变速 然后两者结合 哦对了 还有结合球 速度快能过人 像巅峰期的大罗 以及早期的阿德 连假动作都懒得做的那种 身体一扛直接摸过去 生吃的过程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拉都拉不住的那种 抗变相能过人 有点吃节奏 身体的大幅度晃动 然后找空间 反正是全身都是假动作的 会根据防守球员的重心 来做反向的一个突破 类似于奇达内 布斯克斯 哈维都是这类型 看着是赏心悦目 那还有一部分球员 是把两者结合到完美的过人 在我心中呢 小罗算是一个 当然梅西也一定在其中 为什么说看梅西过人很简单 如果你不太懂足球 就像我一个朋友那样 他说看梅西过人 会有很大的疑问啊 为什么那些防守梅西的人 好像都站着不动呢 投文字笛里 黄秋生有句台词 他说他看东西越来越慢了 我知道 是这小子越来越快了 其实就是梅西太快了 这种快的不像大罗 亨利 I2-R 贝尔那种 竞速度 而是那种敏捷性的快 是脚下频率的快 当这种快 结合上无敌的球感时 就会有 身边防守球员站着不动 然后等着梅西过去 那种错觉 所以 看梅西过人是那种 灵动会让防守球员 来不及出脚 就已经背过去了 如果你先出脚 那结局就是更清晰的背影 梅西早已完成 从身体重型的转移 再到结合球的变相突破 快 实在是快 而且越是小范围内 越是能体现梅西的这种能力 看着有五六只脚过来夹击 但梅西总能用最快的方式 选择最佳的路线 完成突破 我之前就说过 看一个球员的技术怎么样 就看高速停球 和小范围内对技术的把握能力 如果这两下都可以完成的很好 那基本上 这名球员的技术 不会差到哪里 那这种技能 只可以向体能 技术 脚法 锻炼出来的吗 我觉得不行 就像球伤这玩意儿 有些球员的瓶颈 就卡在这上面 球伤是什么 就是在极短极短的比赛过程中 做出最佳的选择 过人 传球 无球跑动 赤门 防守 等等都需要球上来提升加持 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什么 比赛阅读能力 而梅西过人一瞬间 甚至可以用毫秒的 来做出判断 我不相信这是梅西 经过深思熟虑的抉择 说白了 是天赋在引导他 该怎么做最总是 当然我也只是拿突破来几例 至少看起来非常直观吧 像无球跑动 以及视野所能到达的位置 都需要结合实际比赛去看待 而且 但凡能在豪门校里的球员 几乎天赋都是爆棚的 再加上后天的勤勉 才能跨过最高等级的那个门槛 民宿也算在其中 这就像把一群学霸放在一个班级 而这个班级里的尖字声 会让你有一种永远都追不上的念头 所以 民宿们当然知道 需要多少天赋和努力 才能到达梅西的这个段位 OK 我是老夫 喜欢我的视频就记得点个关注 或者是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独特观点 我们下期再见